北韓的炮弹又出现在两韩边界 而且这回分两次发射 南韩国军表示 北韩炮弹都落在两韩海上缓冲区的北侧 只是北韩在这个时机点射击炮弹挑衅 让南韩人大感意外 不在乎中共二十大还在进行竞争 趁着中国大陆主席习近平还在忙 恢复实弹射击威吓 南韩媒体分析认为 恐怕是南韩从17到28号的护国演习 把北韩核武导弹威胁设为假想目标 激怒金正恩才会再度挑衅 南韩这场护国军演找驻韩美军一起 而且十月底两国空军又有联合空军演习 美军将魁为五年出动F-35B参加演训 显然都是针对北韩而来 朝鲜半岛局势在中共二十大期间再度升温 而且金正恩现在几乎拒绝对话 未来到底还会做出什么挑衅行为 令人物理看花 TVBS新闻中不倒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